好我們今天主題的話主要是針對這個雲端硬碟啦 Google表單還有就是我們Press跟Sway這種 比較特殊的雲端簡報的方式 那我們首先往下看一下這個 您可以直接在裡面看也可以直接進到這個網址看都可以 其實它也可以變離線的 變離線的也就是老師您做好了 那可以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那就減少就是像我們這樣第一次看的時候 它需要做一個下載的動作 好這邊已經OK了那我就把它變到全部我們來一起來看一下 好那您可以看到其實像 這個Press它就有點像我們所謂的新制度 就是一大張的 跟我們傳統的那種簡報方式一張一張的比較不一樣 那首先呢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剛剛有提到 其實我們現在雲端硬碟 可以支援的檔案格式真的很多 你可以選擇像Office系列 圖檔應該都沒有問題 就可以直接看 而且相容性其實 蠻高的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說如果你不用安裝任何的 所謂的Office的軟體 要看這些Office文件都沒有問題 只差在編輯嘛 編輯的部分當然就要轉成Google文件 不然這些就只能看不能改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剛好跟老師提到就是 目前 一般的 賬號Google賬號是15G的空間 包括郵件零端印碟 Google相簿那些15G 那我們現在的主機代管的這個部分 教育 教育的 他就無限空間 搜尋技巧這個應該就還好 我們上次應該上學期有跟老師分享過 首先雲端硬碟這邊跟您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其實 你把這個雲端硬碟的部分他現在界面其實改的還蠻 還算蠻不錯的 蠻接近就是我們的 一般使用 上習慣的檔案總管 也蠻接近的 那 一樣就是老師還是建議就是可以 見之料夾 雖然說他資源所謂的全文檢卓 但是 東西多了之後 還是會不好找 還是會不好找 那 您看一下 我拿我這邊的給您看 在這裡 好 那我一進來之後呢 他的這個 預設 這個排序的部分 你可以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麼你可以看到 新增的時候 這邊就有所謂的 資料夾 好資料夾 那跟這個Google文件本身就在這邊 那另外你有看到 如果有比較重要的 有比較重要的資料夾 像這個 這個有沒有 那或者你比較常用的 你也可以像這樣 把它用不同的顏色 按右鍵 有沒有變更顏色 其實我想這樣老師在找就相對容易 比較 容易多了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只要放在這裡面的內容 放在這裡面 文端點上的內容 基本上只要是office系列的 還有一般的文件 他都直接 支援全文監柱 所以這樣有什麼好處 你會發現放到上面 比你在自己電腦容易找 因為我們常會發現一件事 我在 明明檔案我就有 可是找不到啊 就好像 女生要出門 就永遠都少一件 那一件最好看的 有沒有 好 原則上反正就是 我們放到上面來 你要找 其實相對 好很多 那當然 這裡還有更多的什麼 關鍵字 因為Google最厲害就是這個搜尋 所以你可以設一些包含的條件 如果有需要的話 這樣就比較容易 就比較容易找到我們要的資料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操作上來講的話 他現在也蠻方便的 比如說你看我增加一個資料 未命名好了 增加進來 好 那 平常我們可能 檔案總管會有檢查貼帳 這邊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丟 有沒有 你可以這樣脫衣的直接丟 也可以 除了丟下面 因為有些比較多的之後 你也可以丟到左手邊 有沒有發現 你丟一層一直 一直進去 所以現在其實他整體上來講 介面上 使用 還算蠻方便的 還算蠻方便的 那 當然如果您想要比較 快速找到您最近常用的 我會建議您從這邊 這裡有一個 最近存取 有沒有 其實這個Win10 有這樣的功能 Win10之後也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 你點到他 有沒有這樣就比較容易找到 像我剛剛那個簡報 簡報就在這裡 有沒有 而且其實簡報 你用 雲端上的 這個 檔案 有個好處 比如說其實我昨天的版本跟今天版本其實我有改一下 可是呢 我不需要 因為我可能有PO在FB 有PO在我們OneNote裡面 或者是 別的連結裡面 可是我要不要一個一個去改 不用 因為我只要我的本尊改了 也就是我的簡報本身改了 他連結是不是那邊就一起跟著改變 所以其實等於說您在 控版的部分 或教材的一個更新的上 您 在用這個 雲端硬碟其實相對就比較容易 當然如果比較重要的 像這個是早上的 這是早上上課的 像比較重要的 你也可以加上什麼 信號 按右鍵 有沒有加上信號 這樣下次 只有星星出現 廢廢不會來 對啊 當然你可以加就可以減啦 只是呢 我是 不常用這個 偶爾用一下 偶爾用一下還好 因為 星星久的也會滿天星嘛 有家跟沒有家後來就一樣了 好就看您 自己的一個選擇 所以通常我就選擇在 顏色上 資料夾顏色上這個說明 那 我給您看一下 因為 無限空間 所以其實 您可以看到像我日月節目的課程 我現在上課都是全部都有錄影 所以我上課 的錄影檔案 像早上是上這一班 上這裡 在這邊 那哪一節課上什麼內容 都丟在這邊 這樣其實 同學要看也容易 當然我會丟三個地方 丟一個地方太危險了 學校有數學平台 然後呢 這個雲端硬碟 還有一個地方我會丟 在這裡 YouTube上 因為 我的上課影片 因為是 不管有沒有公開 你丟到這上面來 YouTube上的空間 不會算在那15句裡面 就是一般帳號也是一樣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的這個叫做 這個 我的頻道 我的播放清單 哪一節課上什麼內容 這邊都很清楚 都很清楚 所以其實 同學在看的時候 像這個現在是格狀 你可以把它變清單的 哪一節課上什麼內容 有沒有 像這樣的話 其實他們要找就容易了 因為有些人喜歡在YouTube上看 有些人喜歡在 那個 那個 雲端一點上看 有的在 學校 數學平台 那這些東西 像影片類的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 已經有加上這 這段影片傳上來 對不對 那 他可能要一點點時間 那這個時間 可能是 幾十幾分鐘 或者是大概幾個小時之後 你在上面就可以直接預覽 也就是我們影片不用下載下來就可以看 這個對其實評寬來講反而是比較節省 因為比如說我可能講了10段影片 可是 對同學來講他只是要看其中一個 那 幹嘛要全部10個都下載下來 或者一個檔案完整下來 他只要看其中一段 所以就是像這樣子 你看這邊 早上上課的 有沒有全部轉好了 所以他點進來 就可以直接看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是早上上課的時間 因為我錄影都有 把那時間記錄下來 這看如果你要在雲端眼上看影片 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有覺得 畫面不不 不是你眼睛不好 明明看起來他好像已經是高畫質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就是他預設的時候會先 判斷那個頻寬好像會先用D的 所以雖然他已經是HD 可是你可能需要 再強迫他 告訴他 把他用高畫質 這樣您了解 所以不是錄不清楚 只是 預設他那個品質顯示上他是用稍微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等於稍微強迫一下 所以其實 老師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老師的受課的 這個 教材也許有一些是影片類的 那影片類的如果您是已經有 反正網路上已經有公開的 也許您會連到YouTube上 那如果網路上有一些沒公開 或者你覺得版權上 我覺得 還有一些問題的 您也可以透過雲端硬碟方式來存放 為什麼 因為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 你可以公開 第二個我不公開放在上面 老師也不用每天帶著什麼 隨身碟或硬碟 對不對 帶著手 我的教材資料都在上面了 所以下次老師 雙手空空來就好了 你要帶串膠我是不反對 帶橡膠是可以 對不對 因為大部分老師我在電腦教室 或一般教室現在其實都有什麼 電腦了 你只要登錄就OK啦 教材就解決了 像我們的資料 我是都放在1.0上了 所以其實 我帶隨身碟的用意只是 做什麼事情 就是 方便我整理一下這些 內容 把我捧上那要的 萬一 我有時候也會不小心 沒帶隨身碟怎麼辦 我有做一件事情 把我的隨身碟的資料 備用的放在這裡 包括錄影或這些工具 那我就比較不用擔心 萬一不行 像我禮拜一去 敏東中學 他的那個隨身碟 插進我的隨身碟插進去 抓不到 還好 我有準備在這裡 就不用擔心台電艙 所以其實有沒有 老師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明天也 不見得只是可以放資料 好像可以做的事情 蠻多的 好OK 所以這個是 先跟老師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 在這邊 這個 像這樣子的 那 另外呢 這裡呢 還有一個 老師可以注意一下的 檔案啊 資料夾上傳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資料夾的上傳 只有您在使用 Google的瀏覽器 就Chrome 或者是 火壺 Firefast才可以 IE 很抱歉 一個一個來 所以老師基本上 如果要 比如說我整個資料夾要丟上去 這樣比較方便嘛 對不對 你就不用個別再整理 你就 用 他的瀏覽器會更方便 那共用的部份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共用的部份 共用的部份啊 我們在雲端點上共用的時候 因為如果您是用一般的版本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 如果您用的 比如說到這邊 我在這邊共用 假設你又是 他的所謂的ED的版本教育版的 這個連結的地方 你看一下 開啟連結 好這裡 我們 這個版本教育版的總共會有五個 一般的 只有 一 二 三 只有三個版本 只有三個版 一般 當然我們在公用的時候通常比較不會所謂開啟公開在網路上 因為這個收據你找得到 大部分我會用第二個 知道連結的 那我們剛好提到如果說老師您覺得這個 教材資料不想要怎麼樣公開在外面 您可以選擇 也就是我們教育版預設的 他是這兩個 也就是只有您有登錄我們這個網域的 才可以看得到 那這樣就是教材 被別人看到的機會 或網路上不小心看到的機會 就相都會降低 當然我們還是沒有辦法保證說 絕對不會被扣走 但是至少 流出去的 或者在網路上不小心被搜尋到的機會就降低了 可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因為他預設是這兩個 所以如果您是希望就是我一般user進去 就能夠看到的 可能你看這個地方要改成這個 好就無需登錄的部分 這樣別人才可以看得到 那個第四個 第四個 那個是要在他的網域下 才可以看得到 對對就是 你看他有兩個 跟我們外面這兩個意思一樣 也就是說這兩個的話你看 只有知道連結的 這個網路裡面還知道這個連結的 才可以看得到 這個 所以他等於是在校園內才可以看得到 對對對 沒有這兩個都是校園內才可以看得到 但是這個一定是 你有把那個連結秀出來的 我才可以點進去 上面這個是 如果我在搜尋 我們自己網域的內容的時候就可以找得到 等於他有 就是所謂的 開放就是 所以在家裡都看不到 這兩個都看不到 除非你有登錄 你有登錄這個帳號 Google的帳號 對對對 但是我如果開放的話 你有登錄 知道的話 不行 這個這兩個都不行 如果你只是 沒有做完任何登錄 或是用一般的Gmail登錄 都不行 只有我們學校網域有登錄的 才可以看得到 對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你有登錄過這個帳號之後 你用Google搜尋的時候 才有機會找到 第一個 那如果你有登錄 可是呢 你不知道連結 第二個也不會找到 第二個就等於我們 原本這個 有沒有 只有知道連結的人 一定我要知道這個超連結的 完整的內容 才可以連過去 所以如果我不想到外面網域看得到 對你就分享在這裡就好了 有那個 私會三大堂的問題 對啊你就用下面這兩個 但是完全外面都沒有 雖然說Google還是在外面 但是因為網域不同 所以他就被阻斷了這樣子 你搜尋的結果不會看到 老師有啊 我們學生 他沒有任何網域的 那就要看學校 給學生的帳號是怎麼做 有沒有網域才辦 就關起來就好了 因為那個 搜尋引擎不會那麼快去那邊做搜尋 不是 他們上台之後 他們可以拿下去嗎 呃 可以預設是可以 有沒有辦法 喔你不希望他 下台 叫做過來 結果他拿給你下去啊 喔我知道你也是 我在 他能丟 不能再 對 可以可以 來這個部分 可以用另外一個功能來補強 這個部分是在我的部落格上有寫 也就是說其實您不見得 對對對我知道老師的意思來 因為一般的Google帳號也可以這樣用齁 您可以看一下在這邊 就是 我在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沒有 匿名上傳 這裡 像這樣子 那 您看一下在這邊齁 像這個匿名上傳有沒有 我可以讓同學傳上去 那如果你不需要他去看的 上傳之後你就不要 把這個連結給他 就謝謝他就好了 這樣您了解嗎 這邊是有一個漁法 也是跟漁法明鏈 那 但是這個 像我在南投高山那邊 做 其實這個 我有現成的 就已經弄好了 就 點進來 實際上 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說明 對對對 他有一個那個script 那麼 我看一下 在這裡 我有設一個 demo的 等於說 其實用這種方式來收作業也是一個 不錯的方式 他就是一個網址而已 所以 開啟上傳的 他就像這樣選好就好了 就開始上傳 可是用這種方法他的上限 就是單一檔案上限是 大概是25枚打 所以如果老師萬一你的檔案真的超過這個 大概就會不行 可是如果我們用1NO那個方式的話 就沒有這個限制 就沒有這個限制這樣子 原則上1NO那邊 可能要稍微試一下 應該是只能下載自己的 除非你有公開那個資料夾的網址給他 我現在做了就是 他的GQ上去跟我共同嗎 我就知道大家興趣 喔這樣也可以啦 對對對 但是老師比較辛苦啊 然後一間間敲窗門 對不對 我們如果用這樣就他 拿到我這邊我負責整理好就好了 會比較方便 所以等一下我們1NO那邊老師也許可以試一下 應該是只能下載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上傳好了 我看我自己的 跟下載自己的 可以 這樣子 OK 所以 我們稍微把就是這個 雲端硬碟的部分 簡單 跟老師稍微這樣做個介紹 老師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點 可以喔 那我畫面先還給您喔